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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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個可能會稍貴 材料稍貴一點點 的菜式 不過是非常簡單容易做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蘆筍炒黑毛珠 蘆筍炒黑毛珠 有人叫蘆筍 正式來說應該叫蘆筍 這個竹花頭一個蘆 聖蘆的蘆 很多人 覺得 這個蘆筍非常健康 它附陷各種 微浪元素 維他命A,維他命B,維他命C 還有 纖維質,纖維素 其實都很適合老人家吃 還有,鐵質也有 但是 大家 要是白灼,要是炒 但是大家會不會發覺 那些蘆筍 知道它是好東西 不過吃下去又不會很吸引 沒有一種吃完再吃的感覺 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一個中式的炒法 首先介紹一下材料 我這個放了兩個星期的蒜蓉 拿油 拿少許鹽去攪拌 這樣就可以放很久了 兩個星期的了 這一盒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是我自己做中秋節 就是上個再上個星期日 起碼都十天之前 用剩的 然後呢 為什麼我會選擇露筍呢 是因為我看到 很漂亮 菜檔很會放 我放了一個木箱 然後呢 我一看 咦,這是澳洲貨 摸上去非常之亂 立刻起意 就它了 這個菜雖然是貴 但是其實炒上來就很簡單 那種辣椒 這個紅椒 整色整水 還有呢 就是帶少許的新味 就可以有效 是去提升這個食肉 那 如果要它 除它的稠味 就放多一點點糖 就可以了 那麼 野味過你就這樣炒的 OK 跟著之後 黑毛珠 平時我用開那些 火鍋的 兩磅 大概一磅左右 OK 那兩磅 那 好啦 材料就是這麼簡單 那 我們 廣東人粵菜 當然要什麼 要這個 沙茶醬 我知道 有些人很喜歡 用這個XO醬炒 那我之前 都 順應民意 我都用XO醬炒過 這個鹿筍帶子 那 其實呢 你不想吃辣呢 就是 這個 沙茶醬炒 更惹味 OK 行不行 好了 跟著之後 我們就去處理了 那 這些鹿筍 我們買回來的時候 這裡 大家覺得 很難看 是吧 覺得它很粗 其實不是的 那我們 就切的時候 我們稍微 就切了它 少少 四分一寸 那 我們就可以 其他那些位置 就可以拿回來吃的 那 我也知道 有些人 就喜歡 刨皮的 那我本人 就不喜歡刨皮的 那 譬如我吃蕃茄 我就一定要吃蕃茄皮 那 就盡量 那些瓜類 譬如水瓜那些 那些人就喜歡刨皮 我就喜歡刨皮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可以盡量 保留 它表面的皮 為什麼呢 因為 瓜果類 植物類 其實表皮 才是最積聚營養的地方 營養的精華 再加上 它本身的纖維素 即是如果大家真的不是說 沒有牙婆 咬不到的 我真的建議大家 是 即是留下它的皮 OK 好了 接著之後 我們就切它 很簡單 可以 之前 我就斜刀切 是不是 那這一次 我就用這個是 用這個是 橫刀切 接著之後 有些人就會留下尾 我就切走一點點尾 OK 切走它的粒 這樣 盡量拍齊 它 前面就剪短些 切短些 後面就切長些 因為前面就比較粗 那就切一點點 切走它 如果 即是 就這樣炒的話 可能 這些人就會覺得 批了皮 就會快熟些 還有 更好看 但是 我們中式的炒法 其實就不一樣的 中式的炒法 通常是飛水 那飛水 我們可以 相對地 可以 就是 容易控制生熟度 以及容易控制效果 OK 那我們 這個 這個辣椒 其實 我剛剛 我鮮牛買的時候 我才跟 菜檔 那時候婆婆說 還有 剛剛有客人在 她問 是否放辣椒 進去好吃一點的 炒路中 我說是 不過呢 這一隻辣椒 其實是騙人的 你想吃辣 這隻辣椒根本不辣 不過呢 它小小的帶身 就是帶身味 就可以 是 就是 可以 增加我的食慾 那 這個 接著 切絲 這隻 炒出來 就 好看 這個 純粹是 裝飾用 整飾 整水 還有 就 增加少少的 開胃的感覺 基本上 就完了 做完了 然後 做完了 當然沒有 這個呢 我們要處理 這些火鍋的 豬腩片 有個好處 就是 什麼呢 不用洗 節省很多時間 所以 為什麼呢 我說這個呢 雖然是材料有點貴 但是其實呢 就 是 非常方便的 那 通常做生意的 好適的 底部就 墊一墊 托起它 看上去好像好看些 那 還有呢 這個 這個豬腩片 我之前呢 很多的菜式都跟大家介紹過 它有個 好處 是什麼 大家經常說 不知道怎樣做豬油 是不是 但是這個豬腩片呢 我可以做到豬油出來的 變成了 順帶 雙得一張 一舉兩得 拍的 拍齊 然後 視乎不同的 即是 不同的 你做不同的菜式呢 就切不同的長度 那 等一下呢 就要走油的 然後順便呢 提煉少少的豬油出來 平時炒菜 那 是不是很簡單呢 當然啦 OK 這樣就做完了 下一個鏡頭呢 我們呢 就可以 就是 進入這個 直接炒的階段 這樣就很快手的 等一下大家看看我怎麼做 好啦 那現在呢 我就 煮滾了水 先和這個露筍呢 就飛水先 那 記住呢 記不記得 應該說 我問一下我這些 舊的觀眾先 記不記得我怎樣做啊 當然要先和它上味先啦 先下鹽啊 跟著 之後下糖啊 鹽就和它上味啊 糖呢 就可以 啊 保存它更加多的葉綠素 大家看到我下了三根糖 為什麼呢 因為露筍呢 有少少結的 所以呢 糖可以放多少少 那同時糖呢 就可以保持它的葉綠素 那 就 炒出來呢 就不會那麼快魚的 跟著之後我們再放雞粉 雞粉 雞粉也是上味啦 但是更加重要的作用呢 就是它的酵素啊 可以扯出更加多的葉綠素 所以呢 大家留意一下啦 現在呢 露筍就是這樣的顏色的 那 等一下看一下我 弄完之後啊 灼完之後呢 那個露筍呢 就變成什麼顏色啊 哎 漏了一樣東西 加少少油啊 那 那 就認著那些顏色啊 看一下等一下呢 我灼完之後 會不會更加脆綠啊 那 那 舊的觀眾都知道啦 我大凡炒菜 十樣有九樣半 基本上都不會魚色的 最難炒的這個啊 就是通菜我都可以炒到啊 那 那 主要呢 就歸功於我先頭那個說法 即那個做法啊 那 那 大家見到 一灼它呢 就很快 綠的 那本身呢 其實露筍呢 都很快熟的 OK 所以呢 大家要記住另一個名詞 叫做斷青 那 什麼為之斷青呢 那 這個就是專業的說法 斷青其實呢 通俗些說就是轉色 那 現在呢 是不是轉了色啦 其實就已經是斷青的了 OK 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撈起了 但是我們還要是 煮久一點點 為什麼呢 是接下來的拖長的時間 的長短呢 就是決定 到底那個露筍 到底是爽口啊 還是軟身啊 OK 那有趙頭啊 還是軟到沒有 阿婆都吃得到呢 就是這個時間的長短的關係啊 好啦 那現在呢 就開始呢 就有少少泡了 那一般來說呢 一般來說呢 小滾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呢 是用大滾的方式啊 OK 如果大滾的話呢 它就很軟了 現在小滾了 那我就關火了 跟著就是拿著撈坯 那就是 那我這裡呢 就不方便給大家看啊 那我首先呢 就是 涼起了 浪起了它先啦 那我現在呢 就多了一把手出來 就可以給大家看了 那 那 跟著 之後 跟它過冷河啊 那我希望 啊 不要有些 不惜 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知識的 朋友呢 又說我在這裡浪費水啊 那你要想好吃的東西呢 就這些是必要之戶啊 那 啤水呢 除了是 可以是有個清潔的作用之外呢 就是可以呢 是令到它呢 是更加快地去 就是加快地去冷却啊 那從這個 溫度的差別當中呢 就可以令到它呢 是更加脆口 OK 那大家看到我有些蔥的 也是啊 下一點蔥下去就更香厚一點啦 待會炒的時候就會下的啦 那 最後啊 那大家 看著我接下來怎麼做 通常我這個過程都是一鏡子過的 我就不會是 就是剪的啊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整個過程 還有最重要的是有個時間觀念 到底炒了東西送我要多久的時間 來 想有鑊氣 記住 背口缺 背口缺是什麼啊 大火 燒鑊 建煙 落油 再建煙 才開始 我下去炒啊 OK 那我這些蒜蓉呢 我放了足足十天的了 放在雪櫃啊 那 就是 為什麼可以放這麼久呢 其實呢 就是我自己剁了蒜蓉 然後拿油 拿一點鹽 醃開它 這樣呢 就可以放在雪櫃很久 就等於是 大家在外面啊 買的 就是 買的 這個 蒜蓉醬啊 那現在大火了 建煙了 然後放油 咦 放這麼多油 做什麼啊 我現在呢 首先呢 就要處理啊 這個是 豬腩片先 那我檢查一下它 哇 有點濕啊 那我現在呢 我要拿這個 嗯 薯子 鎖一下它 你看啊 那 記著啊 那想那些 豬腩片呢 走油的時候 好些呢 那我們記著呢 就要鎖一下它 大家看一下 有水的 那我現在呢 因為時間關係啊 它太熱了 那我就關掉火 它先關小火啊 那我現在呢 就 哇 你 搞到 再跟著 二片 然後呢 這樣呢 就吸乾水啦 這樣吸乾水呢 就能令到它啊 即是我們 現在我落箱的時候呢 它就沒這麼 就是它的油呢 就彈得沒那麼厲害啊 OK 大家看看, 平時大家一放豬肉, 即是放肉類下去煎 就會很快, 彈到水到處都是 但現在我落縮乾它之後就好很多了 這個時候大家見到我先由生小火, 但現在就開大火 這樣就可以大火快點去逼它的油出來 這個過程為什麼我會加這麼多油呢 因為我順便製作豬油, 不要浪費 一於物盡其用 平時我們炒菜不需要這麼多油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靠這個, 即是靠這些豬油去提香 炒菜很好吃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其實凡事我覺得, 花一點心思 總可以省到的地方 做人的事就是該省得省, 是不是? 該是要用的, 你就沒得省的 就不要, 即是一句環保就令到自己 永遠都嘗不出, 吃不到最好吃的菜餅 OK? 那我現在呢, 為什麼要有這個過程呢 酒油這個過程呢 原因就是可以令到逼走那些豬油出來 待會我們吃的那些豬腩片呢 就是淡淡肉 有那種肉香, 有那種油香 但是就不會吃下去, 整口都是油的, OK? 那現在呢, 這種酒油法呢 我們怎樣為之處理得好呢 現在大家看到, 那些油是白色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水份很多 那等於我們繼續持續加熱的時候 就可以令到它提醇 那一提醇的時候, 那些油就會變回清澈的 一變回清澈, 那就差不多了 其實這個做法就有點像什麼呢? 有點像胡萝卜肉 不過呢, 胡萝卜肉呢 我們是要煮熟了, 才再切 然後再進行這個程序 但是如果我們做這個現成的火鍋級的豬腩片 我們就不需要有那個程序 現在呢, 開始那些油慢慢就越來越清澈了 還有呢, 大家看到我很勤力去攪拌它 為什麼呢? 因為你煎死一邊呢, 這麼大火 我現在用最大火 你煎死一邊呢, 一邊就焦了 但另一邊呢, 效果就不好 所以我們要勤力點 要滾, 要整它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些油, 和鮮頭比較 大家要留心一點 現在呢, 就清澈很多了 就沒有那麼白的, 那些油 那就證明呢, 水份呢, 就開始抽乾得七七八八了 這個時候呢, 就隨時要注意呢 我們呢, 是要有它的肉香 和小小的焦香感 但是不是叫呢, 就炸到它煎到它乾了身 乾了身呢, 就不好吃的了, 這些豬腩片 那當然啦, 你當豬油渣這樣吃呢, 都好的 都OK的, OK?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的油, 和鮮頭剛剛下的油 是不是差很遠了, 開始清澈了 像一些油色, 是不是呀? 那現在呢, 就開始乾身了 隨時呢, 我們呢, 就要撈起的了 不可以讓它呢, 就太過, 這個是... 就是...乾的 那, 那... 那, 那... 看到它表面有... 那邊邊位呢, 有少少少... 輕輕乾乾的了 那, 那呢, 有些金黃色了, 那就OK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等一下炒出來的那個豬腩片呢 就會是處於一個最佳的食用狀態 那, 那我現在呢, 大家看到我是持續加熱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逼走那些水呢, 就可以是... 拿一些油來用 那這個時候, 我們隔一些油出來, 看看多少油 那, 那就開始有少少焦了 要關火了, 要, 要不然就很焦了 那, 跟完之後, 撈均勻它, 等它降溫, 和呢 就... 增大那個散熱的面積呢, 就可以令那些水氣更加快 是蒸發了, 啊 那, 那大家看到, 現在的油呢, 啊 是不是很好吃啊? 是不是很清澈啊?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呢 那, 拿回我的舊... 舊油壺出來, 啊 那, 那大家會看到呢, 呢 表面它有那些... 肉的那些... 那些... 汁的嘛 那, 呢 拿個隔西, 隔起它 那, 那我們呢, 就可以... 哇, 很香啊, 那些豬油味啊 那就可以提順了 那, 那這些呢, 這些呢, 這些油呢, 呢 熟油呢, 就可以拿來拌麵啦 可以拿來呢, 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 炒菜用啦, OK 好, 那... 那... 我這個呢, 我先洗一下鑊子 那, 那我們呢, 又可以用那個竹刷 那, 那... 可以不用弄髒, 弄濕自己的手 那, 那這些竹刷, 去家品店就有得賣的了, OK 那, 這個尺寸呢, 就小一點的 如果是專業廚房用那個竹刷, 就大一點的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好, 開火, 那... 那, 繼續... 那, 一樣是要背口缺啦 那, 一樣是大火燒鑊, 建煙落油 再建煙才落野炒 那, 那我擦乾這隻鑊 那, 那我擦乾這隻鑊 那, 大家看一下這些髒東西啊 那些鮮梨那些油漬啊 那些鮮梨那些油漬啊 那, 那隻鑊就OK的啦 那, 那隻鑊就OK的啦 好, 一磅的豬腩肉 一斤的... 一點二五磅的鹿筍 加起來很少東西的啦 那, 那要炒的時候呢, 就下這個... 下這個什麼啊 下這個... 下這個... 沙茶醬啊 好, 大家會看到... 那麼, 那大家會看到... 開始建煙了喔 一見到那建煙了 就是一百五十度, 一百六十度啊 然後, 它繼續建煙... 哇...這個很熱啊 哇...這個...很熱啊 那麼, 就下一點油就夠了 那麼, 加少許油就夠了 兩茶匙啦 好了 不用急的慢慢來 然後放2-3茶匙的沙茶醬 炒起來,讓它有些味道 然後想鹿筍更加香口 這個時候放少許酒 然後把豬腩片全部倒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我還未調味 因為豬腩片完全沒有醃過 這個時候我們調味 好 基本上現在有1斤多 我們加鹽大概1茶匙 然後按照樣糖1茶匙 然後放少許雞粉 然後這個時候把辣椒絲倒進去 然後放少許蔥 放少許 這個時候炒出蔥香就可以了 好 基本上就好了 咦,還有漏了一樣東西 我們月廚的法寶 好,生抽 在邊邊鑊邊,鏟一下它 然後再炒一炒它 嘩,當堂整個食味都出來了 收火搞定 是不是很快 是不是很快 我講時間佔用了這條片很長的時間 但是做就很快 OK 好了,跟著之後 我先把露筍夾起 為甚麼呢 這樣擺碟就好看些 我先關掉抽氣線 不要吵大家 把這個露筍 你不要以為這麽粗的露筍要炒很久 有很多朋友 就經常承認著 不熟的不熟的 炒久一點炒久一點 結果一炒就炒過熟了 我經常講一個理論 就是你炒菜 你不可以炒得太熟的 為甚麼呢 如果是過熟呢 第一就是軟的那頭沒有了口感 其實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一過熟那些 那些蔬菜就會大量釋放 它本身藏在它自己身上的植物糖 而這種植物糖 本來甜甜的 正常是很好吃的 但偏偏這些植物糖 就好不好吃的 好難吃的 所以 大家如果衛免 令到那些蔬菜 它甜到不能吃 那大家最好不要炒得過熟 那我現在呢 因為我擺盤了 那我現在呢 這樣放回去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帥氣很多呢 那大家要注意 本身這些豬腩片 是帶有油份的 那所以呢 大家要炒的時候呢 就是要炒的時候呢 就注意這個油量 今天呢 我這個油量呢 就稍為偏多少少了 因為本身露筍不算太吸油的植物來的 OK 是蔬菜來的 那大家看到 是不是 雖然我花了些 花了少少時間 但是呢 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呢 我這個是有擺盤 啊 那有看頭 那大家看看 看這隻鑊 沒有黏底的 還有呢 一個炒得好的小菜呢 其實呢 是不太需要打燕的 那大家也看到 都知道 看得久了 我都知道 我就非常反對打燕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個菜 是不是有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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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盤 又有看頭 那而且呢 是製作簡單的 我很相信呢 就算伸手呢 跟著我這個程序去做呢 都絕對能夠做得好的 就不需要說 有很複雜的撈肉啦 有很複雜的其他的程序啦 單單呢 就是 灼熟了 那些蘆筍 跟著之後 拿蒜蓉下去炒 那這些 豬腩片 現成買回來火鍋 火鍋 就是火鍋級別的 那所以 也不需要清潔 那呢 就直接呢 你把它切斷 就是不要 讓它呢 就不要那麼 就是那麼 什麼啊 那麼 那麼 食用呢 就會比較方便些 那就基本上就OK的了 好嗎 那 這裡呢 再提一提 啊 我現在炒這碟 大家看到呢 就都已經是知道 很有鑊氣的了 記住鑊氣的來源在哪裡呢 就是燒鑊 我們中菜呢 是一個標準的溫度的 就是160度 為什麼英文名叫Stair Fry 我們通常都會是 很多菜牙都叫爆炒呢 原因就是我們要快速去炒 而快速去炒 要炒得它起的話 必須要有一定的溫度的 OK 所以我們不一定要去大排檔吃 或者是專業廚房 才能吃得出那個鑊氣 我覺得在有時候 他們還炒得差 比我們家廚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急就張 因為他們工作環境的限制 製作時間的限制 所以它沒有我們那麼咪咪摩摩的 都是那句 雖然這個菜是很簡單 但你必須要花心思 必須要花心思 還有花一點時間 我經常講的 大家同樣地下薑蔥蒜 薑蔥蒜你多給10秒鐘燒一下 和你少10秒鐘燒一下 已經是不同了味了 為什麼我經常這麼大口氣說 炒菜煮菜煮菜會比專業廚房好吃 我不是小看他們 其實他們是具備這個知識 具備這個條件的 具備這個技能的 但是為什麼他們都炒得差過我呢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趕時間 還有我特別強調的 大家見到 我每次下薑蔥蒜爆鑊的時候 我是不是很優之猶災 我由得它的 這個就是我能夠炒得給餐廳好吃那麼簡單 哪怕是這個這麼簡單的菜式 好嗎 另外就是炒露筍呢 大家見過很多次了 我不是加XO醬 而是加沙茶醬 我知道大家很喜歡野味 香口的食物 不過有很多人都吃不到辣 那我就建議大家 改用沙茶醬 不要用XO醬 學我這樣炒法 你相信我肌是沒有那麼辣之餘呢 香口程度 只會被XO醬有過之而無不及 好嗎 OK 簡單的菜式 希望大家跟著一起做 而且這些菜式 全都是在超級市場賣的 最適合上班的時間 上班的雙職夫婦 雙職家庭 OK 好嗎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希望大家喜歡